但是有些人 喜相 你现在马上去安排秀田小队去盯紧这帮人 找到他们的老沃 死相不老 我警告你啊 你要敢在到处留情 你小心我蹬了你 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你说话注意点语气 好不好 什么叫到处留情啊 我是看万灵害怕你 我才帮着你住 你没看我说话多费劲呢 我用不着你说话 你还没到处留情呢 女人方面我最懂了 瞧你小眼神给的 小五 我留情了吗我 排长 说句实话 小五 小五呀 他可真没留情 这都是为我打基础的 打什么基础 给你打什么基础 女人方面我最懂了 有什么事你问我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在等你们啊 等我们干什么 图上校不想跟共产党有什么瓜葛 让我们走 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 来支援你们行动的 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 可是就凭你们几个 有把握把他们安全送出大山吗 那肯定没有把握啊 东三耀 咱们你老马可不行啊 我带人来自远了 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光我跟老高是不行的 我让老高找来三个好手 老马 你向得真周到啊 同志们辛苦了 走吧 走吧 你们国军好像对我们有意见 什么意思 我看你们那几个兄弟啊 对我们帮你们救出占卜 好像很不高兴啊 你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是啊 还不是吗 小兄弟啊 你要是我 我相信 你和我的选择是一样的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好消息 我儿子没死 是家里弄错了 你不早说 你说害我难过半天哪 我其实你以前跟我说过 你儿子可厉害了 他怎么个厉害法啊 我儿子信中说啊 有两个很漂亮的姑娘喜欢他 一个呢 已经给他拜了天地 还有一个啊 一直在等着他 哎呀厉害啊 厉害啊 我种预感 我跟你儿子会相见恨他 英雄系英雄啊 哈哈哈哈 等会儿 等会儿 大家都休息一会儿 动三腰 走 他怎么回事儿 哪儿那么新呢 我过去看看 宋三三 怎么去休息呢 不是干嘛呀 不是到处都是鬼的怎么就停了 我跟你说啊 叫朋友注意点儿 你小心惹祸上身 你跟我说呢 我没跟你说跟谁说 这有别人吗 老马他挺好的 那是值得交的朋友 我知道老马挺好的 我也知道他值得交 但是他靠的不是咱们这边 他跟咱们不一样 不一样没关系啊 咱们靠咱们的 我不计较他 你不计较行吗 你真不懂还是装傻 董三腰 年纪月 周长 长官让你过去 这个屠庸行 viu 谁知道呀 这些人呀 都是从崇庆过来的 咱们呀 一个都惹不起 你们一直说跤 stiff的 重庆是什么地方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什么 我真服你了 你当兵又不是一两天了 既然不知道重庆 那没人跟我解释过呀 怎么的 这是重庆的山西大野猪肥呀 又大又肥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长官 您找我 东三一 你去让那个老马给我离开 什么时候 现在 长官 我知道团里派了一个家庆帘来支援咱们 但是在咱们会合之前 是不是还别让他们走啊 不必了 这里每个人都会用强 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不希望这个时候 让共产党叫起来 要是传出去 重庆还以为我是共产党救的 这完全违背了最高当局的决策 对你我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合作 可是这次要没有老马他们 咱们早就栽在日本鬼子手里了 我不是向着他们说话 在咱们跟职员部队会合之前 他们在咱们更安全 而且你看咱们的兵都已经杀成这样了 这这哪还有战斗能力啊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吓唬我是吗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能让重庆方面认为我是共产党救的 你马上让这些共产党走 现在就走 这是命令 东三一 这是命令知道吗 马上执行 快去 随长官 你干嘛呢 哎呀 是谁呢你人呀 讨厌 哎呀 哎呀 长官跟我说 老马他们现在就走 你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不是我才不去说去 要说你去说去 不是 老马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 你现在用不着人家就让人走了 这就过河拆桥知不知道 不是东西 知道 这是命令 你是中卫 我也是中卫 你命令不着我 不是我的命令 徒佑信的命令 不是他们命令的谁呀 不是你吗 又不是我 哎 妹夫 你是国民英雄啊 哎你得得得 你是战斗英雄 你 你 你又跟老马关心那么好啊 去去去 我不去 我开不了口 不是 人家老马好好的 你为什么就让人走呢 你说护送他们几个 那比打仗还累呢 那老马在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 是啊 我 我也是这么想啊 那 那要不 你去跟徒佑信说什么 我说就我说 能能能 怎么 怎么的 你说这不说得得的 不然人家想不就这么绕人家了 这人家是国民英雄 是不是 他说就有面子 哎哎哎哎哎 这么些 长官 我有件事向你报告 冬三三 如果你想让老马留下来的话 我看就不必了 长官 老马他们要是不留下来的话 我们可都得死 冬三三 你这叫危言耸听 长官 危言耸听是什么意思啊 危言耸听就让你别吓唬人 我和你一人 长官 我可没吓唬你啊 景一南现在又躲在山里头 他随时都可能偷袭我们 还有那个港村什么什么熊 他的部队也在山里头 那我们把镇敷衍给毁了 他们不到处找我们啊 你这个时候把老马他们赶走了 你不都得把我们害死啊 报告总管 董三三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别说了 道木头不相为谋 不与共产党合作 这是最高当局的角色 谁要是违反了这个原则 谁就是抗命 长官啊 你太黑心了吧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才把你从战俘营救出来 你全都不念 现在也不顾大家的死活 不听你的话就是抗命 是吗 重庆是哪儿我不知道 什么什么最高当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爷爷在家等我吃饭呢 我不想死 我要让老马留下来 你要说抗命那就抗命 董三三 你要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负责任 我当然得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 我爷爷说了 那过河拆桥是最可恨的 你违抗军令 目无长官 你就等着去军事法庭吧 你吓死我了 我说真话我就是藐视长官是吗 你说你这一路上除了找麻烦 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 我爷爷说过 就你这种人那是寄生虫 你知道寄生虫是吃什么长大的吗 把吧 你放肆 你太不像话了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岂有此理 强大 我逼了你 滚 长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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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长官 长官 想把老子死想把老子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你怎么跟长官说话呢 这现在长官让咱们死 咱们就得死 不死就是抗命 是你也得死 是你 你听见了没有 你们都得死 老马 没事 好了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有意义吗 我们走 等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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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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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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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没有 你不知道 团长 特别重视你们去救战俘的事 特派我们三营 两百多人来支援你们哪 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当然可以了 剩下的人晚上就到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 小五 小沐 我们可以回家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家了 把救了 来来来 快点 不 不在那 干了 请不用找 来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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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我 救我 给我打 给我打 快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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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这却太厉害了 咱们顶红柱来 算你还撤呀 你快撤 快撤 放火 小王 快点咱们撤 进来 撤 撤 撤 快撤 什么 老马 不能撤 走 走 走 快走 起来 走 这场遭遇战来得那么突然 陶游信为了自己的命 不顾一些战俘被抓 下令撤退 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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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剩余的财谱都向东南方逃走了 追 把他们全部杀光 小五 小龙 咱们等行军不行 得等小木回来 咱没有尖兵容易遭到伏击 那我去当剑饼 那我去当剑饼 这种山路你当剑饼 这种山路你当剑饼 你当剑饼呢 我还当烧饼呢 我还当烧饼呢 结果还是老马救了咱们 要是当初不赶他走 咱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den死了你叫的护吗 小五请见 是 就他们几个 其他人呢 都死了 老马 辛苦了 可惜了这么多人 你们碰到的是 鬼子二十一旅团 最精锐的绣田中队 绣田中队 是港村手中的杀手锏 一定是港村 不甘心战俘被救 派他们来追杀我们的 绣田中队的队长绣田少佐 从来不受俘虏 他的习惯 是不留活口 哦 好 去 追 追 追啊 给我追 快点 快 走 快 温暖 快 那 过 这帮狗日的小鬼子干的 这帮你也绝军系的东西 我们现在怎么办 咱们着急赶路 还有任务 小牧 赶紧走 干嘛呢 你 你看 这是我们国军的刀 我跟你们变了 大婶 大婶 你误会了 大婶 我们是刚来的 这是谁干的 国军干的 国军不可能 我们就是国军 这是你们国军干的 你们国军 你的户也干的 大婶 您别急 大婶 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你跟试试权 来了一队兵 丁头的 打我叫他虎爷 村上看见他们打鬼子的国军 就把村里的村良好最好的东西 拉出来围绕他们 可没想到啊 没想到他们被鬼子害恨了 杀 cía 快 都 可也不能管载 管车锁链 劳费粮食 报告上官 我赞成说别 杜三三 你在想什么 老妈 当初是我在团长面前抱着他们 要不是我 他们当不成兵 他们当不成兵 今天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陈家村不会遭殃 那些女人不会被带走 他们怎么能干出 那么缺德的事呢 你说的是王老虎 对 杜三三 千万不要把别人当自己 你做不出的事情 别人未必做不出来 我只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错了吗 当然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 要看对象 有些人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能抓住 而有些人 就像农夫救的蛇一样 蛇一旦苏醒过来 会咬死 救他的农夫 老妈 谢谢你 以前没有人能讲这么多 那 你的家人呢 我是说你的长辈 我是爷爷带大的 妈妈在小的时候就死了 爸爸呢 也很早就离开了家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爸爸 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爷爷跟我说 爸爸是去做生意吧 可我心里明白 哪有做生意不回家的呀 那你 恨你的爸爸吗 我不知道 小的时候打架 人家有爸爸出逃 那长大了 心里有好多父母都没着 人家能弄爸爸 那我问不着 当然了 这爷爷有的时候会说两句 但都是来来回回那么几句话 那是 中间隔了一带吗 我気仲在哪儿 我 你 我 你 什么 你 你 不再要 我兄弟看个情报 天灵灵 地灵灵 我的魔手最最灵 还记得去吧 下辈子找一个没有战争的好地方 你满意了吧 你满意了吧 陆长官 要不是你这么过失 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律行最高当局的角色 我有什么错 你们说我有什么错 老爸 冷静点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 都死了那么多人了 你连任何错都不行吗 我告诉你 他就是你害死的 你等他变鬼来抓你吧 走 要是民族不团结 中国人的苦难 没个头 锦衣男吗 老师 我有个计划 希望您帮我参想 我很想听听你的计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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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给啊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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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